今次的Photoshop教學是關於聚色化廣角 這個功能主要目的是讓照片透過魚眼鏡或超廣角鏡頭拍攝 在現實中一些直的線條拍出來變成曲線或弧線 我們可以將它矯正變成正常效果 對於一些Gopro的用家 假如你用了魚眼鏡頭去做一些影照的話 出造你的效果可以透過這個方法去做一些調整 開了Photoshop出來之後 我們在類鏡的選單下面就選擇最色化廣角這個功能 會帶出一個最色化廣角的設定視窗出來 我們在最左邊頂部選擇這個叫限制的箭材工具 而我們在畫面上應該要直線但變成曲線的地方 就畫出一條線 Photoshop 會幫我們輕微做一些曲線的調整 當然完成之後就可以去Photoshop 介面 用材展的工具把變形後無法避免留下的空位 可以把前後對比看得出這張相片有魚眼鏡頭的效果 變成正常廣角鏡頭般的平面效果 如果要求高的話 還可以透過剛剛的最色化廣角去做更多進階調整